底线中进东眼的是新城区人民法院立案亭亭长方圆 居然是以酷跑的方式出场的 气喘吁吁地追着骑电动车的女子 难道是遇到抢包饭了 看着架势肯定是真相被抢了 谁敢光天化日抢法官啊 难道吃了雄心抱子胆 双腿肯定是追不上电动车的 下一秒方圆就抄近路逼停了女子 拿出一个黑袋子让女子拿回去 原来认识啊 女子开口就叫姐夫 原来还是亲戚 两人为了一个黑袋子争来争去 结果袋子破了 崭新的钞票撒了一地 原来是大白天送礼的 锦衣吉就出现了两个典型案例 第一个刑事案件如母杀人案 手拿利器忍无可忍 造成了一丝一众伤两轻伤的恶性案件 这样的案件表面看是典型的故意杀人案 可当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时 十有八九会认为是正当防卫 案件原由是杀人嫌疑犯的母亲欠了外债 被人暴力催收 而且还当着她的面要欺负她母亲 最终她拿起了尖刀 此案很有可能是来源于2016年 四十四乳母杀人案 后犯罪嫌疑人被判五年有期徒刑 第二个民事纠纷 主播猝死案 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于明城 正在新城区法院进行调研 突然出现一妇女 大喊大叫说法院不给她做主 她的女儿白白死了 原来她女儿是一名卖货主播 在直播期间猝死 可没有跟公司签订劳动合同 公司只愿意赔偿六万 而女儿父母却想要一百万 这是一起典型的民事纠纷案 当公司老板知道女主播去世后 流量反而提高了不少 她决定不赔钱了 要蹭热度打官司 第一集主要讲述的就是这两个案例 一个刑事案件一个民事纠纷 如何解决找法院 仅第一集就出现了五个国家一级演员 靳东在剧中饰演芳远 虽然是立案亭亭长 但她和蔼可亲 不仅对师父关怀备至 对徒弟严格要求 对妻子恩爱有加 而且对百姓有耐心 狄万臣饰演于明成 是最高人民法院立案亭的副亭长 在调研中突遇家属大闹法院 他耐心听取诉求 张志坚饰演张伟民 新城区法院的副院长 但他慈眉善目 教导出了方远跟宋宇飞 这么优秀的徒弟 王毅南饰演王秀芳 是年龄最大的法官助理 他对处理民事纠纷很在行 王静松饰演陈康 民意亭亭长 陪同于明成调研 就露了一面 估计后面会有戏份 仅仅一集 就出现了这么多国家一级演员 不仅保证了质量 而且互标演技才更有看头 诚意用封建迷信处理 借债纠纷 被蔡文静抓了个正着 借条丢了 而且没有录音 没有视频 也没有证人 借钱人知道后 当场反悔不还钱 这样的纠纷也归法院管 而新城区人民法院 法官助理周一安 在处理此纠纷的过程中 用封建迷信思想点播借钱人 说以前有个案子 有人做了缺德事 得了怪病死了 虽说纠纷顺利解决 但这些话都让门外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干部叶欣给听到了 叶欣当场就教育了周一安 两人的初次见面有点不愉快 但是不是冤家不拒头 之后这对欢喜冤家肯定会携手办案的 仅仅一集就出场了十多位有头有脸的演员 并且剧情也不枯燥 案例很有代表性 人物刻画的都很到位 不过作为一部主旋律的法律题材的电视剧 演员们的演技估计不是最重要的 案例背后的故事跟启发 才是本剧最大的亮点